我們來看三星的消息 三星的線道196線9公里附近 剛好是連續彎路 加上沒有警示標誌 行進這個路段的車輛又沒有減速慢行 因而時常來發生事故 線員李志用前往會看 希望能夠設置測速照相 以及交通號制 防止意外事故再度發生 畫面中這個地方 就是線道196線9公里附近 由於剛好是連續彎路 加上沒有警示標誌 致使行進這個路段的車輛 速度非常快 因此時常發生交通事故 有一次還撞倒路旁住家的圍牆 讓附近居民相當恐慌 你看看這個尾巴不一樣 這個尾巴這個 這幾年 這支電汽車快點就是 因為在三星的方向 要用路動車 塞到太近 沒有辦法看這個車數 到這裡 我們抓不到 我們都在那裡 那裡發生一個飛車車的死亡事故 還有差不多一兩禮拜 還有另外一台 我如果在三星方向 要用路動 到第一間 第二間 第三間 那間就是同樣 車上競爭到彎道抓不到 那裡在那邊也撞破 再來就是說今年 就是頂了差不多兩禮拜 那個 在差不多第五間的尾巴 我車差得很近 因為也是同樣 就是彎道超市 我一台車都到後面水滑滑 憲議員李智庸今天特別邀請 道路主管機關 和縣警察局交通隊等等 單位前往現場會看 希望能在這個地方 增設測速照相 以及相關交通號制 提醒車輛減速慢行 防止意外事故再度發生 我們要求於做好這個機器標籍 全部做更新 做機器標籍的更新 就要來做一些防光的設施 來改善這附近 這個環道的交通的安全 也這樣 我們來改善後 看是不可以先保障 我們這裡的基民 我們大支這裡的基民 這裡的生命財產的安全 那不然車在環道 確實很危險 我們現在看 現在這裡的車 這樣繞下來的環 確實也很環 那不然有一個很好的警示標誌 外的車來甚至不可以 這個環環 等到他要打東的時候 就已經不符了 對此交通隊表示 依照規定 測速照相 必須相隔六公里以上 由於該路段附近 已有相關的設備 因此會將地方的意見 帶回原意 宜蘭新聞記者賴福星 採訪報導